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撒米是费雷·德里克·巴克曼清单人生中的一个小人物 生活在因经济危机而消极的伯格小镇上 他在陌生人的眼里是一个喜欢打架的混混 抽烟喝酒几乎没有任何优点 但在熟悉他的人眼里 他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好儿子 好哥哥 好朋友 撒米从小目睹父亲对母亲家暴 年幼的他除了带着弟弟和妹妹逃离家暴现场 什么也做不了 后来在好兄弟疯子的帮助下 他赶走了酗酒粗暴的父亲 经济危机下母亲为了养活一家而四处打工 在一次驾驶中意外升工 母亲走后他为了弟弟妹妹不被福利机构带走 而找人冒名顶替父亲签字 看母亲的死亡赔偿金照顾自己和弟弟妹妹 还捡来了一个与家人失散名叫恐龙的孩子 出于兄弟义气 撒米帮疯子打架而命丧黄泉 那天和朋友聊天 他说他也看了清淡人生 他说 当他看到撒米死的时候 心上顿痛不已 仿佛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孩子 他的孩子不像撒米那么有义气 也不像撒米那样命运多舛 但他的孩子像撒米一样 是个哥哥 也是个儿子 他说 儿子刚上幼儿园 妻子呢 因为要去楼下 接喝酒喝多了的他 就把年仅十个月的弟弟 托付给他 等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大儿子抱着他的弟弟 躺在床上 紧紧的 嘴里不停地哄着 弟弟不哭 妈妈接爸爸去了 马上回来 妻子以为弟弟大声哭 是因为被儿子抱得太紧 结果儿子委屈地说 我不紧紧抱着他 他会掉下床的 那一刻 妻子泪流满面 等儿子慢慢长大 弟弟跟哥哥 争抢的东西越来越多 他的大儿子会像沙米 教训威卡 和奥马尔一样 教训弟弟 但他也像沙米一样 爱弟弟 比爱自己多 儿子每周末下午 都有围棋课 因为老程去不好停车 妻子就经常骑着小毛驴 带儿子去上课 弟弟总是要跟着 学完骑回来的路上 他们兄弟两个 经常都是睡着的 一次妻子跟儿子说 你别睡 路上车多 要是出现紧急情况 我不能同事 护住你和弟弟 你说那个时候 我该护谁 儿子毫不犹豫地说 你先护弟弟 妻子很诧异 问他为什么 儿子闭嘴不语 舅舅才说 因为我是哥哥 妻子很吃惊 儿子这么成熟地回答 妻儿又问 如果我想护弟弟 你不怨恨吗 儿子说不怨 那万一没护到你 你因此死了呢 也不怨 儿子想了想说 不怨 如果我死了 不是还有灵魂吗 还是可以躺在你身边睡觉 妻子笑着笑着 就被风沙迷住了眼睛 她说她的儿子 也像撒米一样 会考虑深远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觉得 有点难为 这么个小个人 妻子送儿子去上学 路上 儿子突然问妈妈 什么是死亡 妻子说 死亡就是不在了 不能跟家人 继续生活在一起了 人老了都会死 当然 还有其他种种的 非正常死亡 儿子好奇地问 那你和爸爸会死吗 妻子说 会 我希望死在你爸爸前头 这样你爸爸 就能把妈妈的身后事 办得妥妥贴贴的 那如果你和爸爸 一起死了呢 儿子又问 妻子笑着说 那我和爸爸的身后事 就靠你和弟弟了 儿子一本正经地说 妈妈你放心 你和爸爸 要是一起死了的话 我会照顾好弟弟的 妻子盲解释说 等到爸爸妈妈死的时候 你和弟弟都长大了 都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妻子把上学路上的 这段对话 告诉他的时候 他想起了三米 当时的三米 决定去帮疯子打架的时候 找到了清单人生的主人公 布里特玛丽 说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您能帮我照顾 奥马尔和维卡吗 确保他们的安全 您能向我保证 您会找到好人 来照顾他们吗 三米对兄弟姐妹的爱 很温暖 这份温暖 值得被继承 被守候 三米死了 年长一点的维卡 会成为第二个三米 守护 奥马尔 整个伯格的人 会成为无数个三米 守护维卡 和奥马尔 文中最后一句 养育一个孩子 需要全村人的力量 对不对 我们正好有一个村的人呢 这份温暖 在伯格 慢慢散开 也在慢慢消融 伯格的消极 朋友说 他看这本书 很庆幸在清单人生中 认识了三米 更庆幸 他自己 有一个三米式的儿子 尽管有时候调皮 但给予他更多的是感动 费雷德里克 巴克曼的 《清单人生》 推荐给你 愿你 也有一个温暖的儿子 或者是哥哥 亦或是一个 温暖你的挚友 我是常一 陪你读买一本好书 给心灵 建一座精神的花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